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条件让群众获得财产 资本性财产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咱不讲股票了 我给你讲讲街头一景吧 就是徐老师就是你们家呀 深圳街头一景 我们家 不是倒不是说什么 就是说管教孩子的问题 你看这个照片 在这路路人都看不下去 就是在这个妈妈呀 骑在你说他能 妈妈能骑在儿子身上二十多分钟 这样打孩子 这样教育孩子 这算不算他的主权呢 他们是觉得小孩是我养的嘛 所以这是我的家世嘛 所以这个你们旁边谴责 你们是出于普遍人权的角度 这干涉内政啊 干涉我家庭内政啊 这要在美国 这要在美国就可以告了 对 中国好像也可以告的 其实 因为中国并没有说明 就是父母对孩子能够豁免 这是虐待儿童的 就或者伤人的这种罪嘛 对不对 美国有一对夫妻 我还记得 十来岁的小孩 十二岁还是十岁 有两个小孩 那夫妻就要迈阿密去 去度假去了 结果那小孩被人发现 两个人 他就犯法了 只不能把十二岁 十岁的小孩留在家里 对 好几天 对 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呢 就父母回来了 就坐牢了 没了 小孩就送这种社会福利机构去了 没错 不更惨 不更惨 父母就坐牢去了 所以说我 我现在觉得啊 我这个不大喜欢这个坚硬如钢的人 就特别坚硬的人 软弱的人比较好一点 你看我父母亲啊 他也 他们还也是生活在打孩子这种文化下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 打得比较软 他们属于啊 打得下不去手 实际舍不得多次想打 但是舍不得打孩子 然后一直到好多年 到我父亲前几年 他老跟我哥哥念叨 哎呦 几十年前 四十年前了的时候 什么时候 我都打过你一次 你想他心里耿耿于怀 我问你个问题 一辈子 我问你个问题 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开始想你的父母亲 就是说觉得很感谢他们啊 感激他们 想到他们的身体 你你大概什么时候 从我离开他们的时候 就是因为从一岁到十八岁都在家里嘛 跟他们住在一起嘛 十八岁考上武汉大学嘛 那个火车一送别 一离开就到另一个城市 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 就开始哎呀 我发现啊大学一年级 我一下子对父母的这个感情了 其实原来在家里的时候啊 跟父母亲还是有点那个干嘛的 就不当回事 就不当回事 但是上大学一年级 这一离开 出门了 想父母的好啊 中国的过去的说法是 养儿才知父母恩 是不是啊 就自己有了孩子了 那你倒还比较早 一出门就知道了 想你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家庭问题很大 不便在这里讨论 就我以为就要讨论一下呢 哎呀 这好讨论 我有了我有个困惑点是在哪里呢 我就在觉得人应不应该觉得欠 就是说父母应不应该觉得欠了子女 而子女应不应该觉得欠了父母 我我我给你讲讲王王朔的观点 这这两天我刚看了他出一本新书嘛 叫治治女儿书啊 我就发现呢 他是严格认为 因为跟他的家庭情况有有关系 你想他们那个军人大院 他小时候都不认得他父母亲 看着认半天才知道哪个是我爸爸 就是就是你要的那那种军营化的那种生活 孩子都集体脱养 对对对 所以而且呢 那个这个比如父亲对孩子可能就非常严厉 就我说的坚硬如钢 对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认为那他当然认为一点都没钱 甚至他的这个观点 就比如说他极端到一个什么程度 可是我觉得他极端呢 但是他这个这个这个某某种程度上这个还挺正确 怎么说呢 你比如他觉得哈这个中国这个孝啊 很有问题 他自己对女儿 哎呦那个感情 他对他的女儿永远惭愧 那么然后呢 他就说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啊 我你生一个孩子 首先第一你把孩子生到这个痛苦的世界上 你没征求他的同意 对吧 没征求他同意 是是是你让他来的啊 呃 所以这里边没拖没欠 甚至更多的是为了你的需要 你要的孩子 第二 他说我的亲身经验证明 光我跟我这孩子共同长大的过程中 我得到的快乐 已经完全可以抵消 我养一个孩子 我为他付出的 我为他付出的 所以他据此认为 老人就是我不也就是不应该在晚年 要求孩子赡养我 尽什么赡养的义务 这个地方我就说他有点合理性的地方 他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赡养老人应该是国家的义务 然后呢 他就说 如果现在都还强调这种赡养 有个社会问题 就是中国老龄化社会 又碰上独生子女 那将来 这一个独生子女 上面四个老人 八个老人 确实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嗯 不过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 传统社会体制的问题 就因为养老在任何社会 都是社会问题 所谓的养老的意思是说 你想想看一个人 他已经没有工作能力了 嗯 他失去了工作能力 然后他以后就要靠别人的工作 来养活他 那么这种人怎么该怎么处理呢 这批人该怎么处理 当然有些社会最残酷的做法 比如说以前我们看那个电影 最就有名游三解考 对不对 那些日本人 他们就背老人上山 让他斗死在上头 就算了 那么真的以前有些社会会这么做 但中国呢 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如果单纯社会功能来讲的话 就是强调家庭的价值 强调孝顺 这个孝顺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帮国家 减轻了这个养老的负担 但现代的西方社会 因为个人主义盛行嘛 其实王硕说这个观点啊 在西方已经是成为现实几十年了 就你看到很多国家 我觉得说他的观点 其实挺美国的 对 都是美国就这样的 老人金退休金 就比如说国家退休制度 对不对 什么叫国家退休制度呢 就是不管你在哪办事 你退休之后呢 你这个退休的这笔钱里面 有一部分是国家给的 或者国家会供养你的 那么现在中国呢 很快也可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老人应该拿到多少社会福利的问题 现在国家负担少 是因为中国某程度还很传统嘛 觉得这是个家庭自己的责任 但是问题是王硕说的对的地方 就你将来啊 这个中国因为过去几年实行这个单 单级 就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这种政策 他很快就会面对这个问题 就将来很多人要养更多的老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费孝通以前做过这个研究 他说中国人的解决方法是隔代抚养 对 就是说子女长大了 他的父母在 这个时候子女 他把子女弄到像大学这样的时候呢 这其实是互不拖钱 父母也尽到责任了 子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义务 但是余下来呢 当这个子女要再生小孩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呢 就会帮他照顾小孩 我爸爸妈妈现在帮着我弟弟照顾他 那么他这个帮着照顾小孩呢 就越出了他父母的本来的职责了 这是在额外的 因此他帮助照顾小孩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父母就中年了这对父母 就有格外的义务来照顾老人 这个中国人的伦理啊 他背后的经济学的原则是这样的 他是商业交易原则吗 你想假如说一对父母 他家里有几个小孩的话 你看这个老人 帮哪一个孩子的小孩照顾 这个小孩自然觉得 有多的义务来照顾他的老人 对 包括他将来生病 他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一个伦理道德 但是徐老师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欠和不欠这个感觉呢 对我我现在觉得爱啊 好像一个人爱一个人呢 就会有一个欠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方说你喜欢一个女的啊 你就会老觉得对不起她 你觉得没给她 你觉得便宜吗 不是 你就会觉得 哎呀你没有给她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啊 她也许本来可以怎么怎么生活的 她就是因为跟了女的一般通常都会这样 隔一段时间提醒你的嘛 对不对 本来我会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你就会信以为真 这叫爱 你不信以为真那就是信了 你信以为真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呀你这一辈子就是 就是一定要让她怎么怎么怎么 小孩也是一样 你就会觉得她的任何梦 她的哪怕随便提一句说 你都有责任 我假如能到什么学校 或者读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这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的 但是你就会觉得 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帮她做到呢 我在没帮她做到的时候 我自己居然还还买了一个音响 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音响给她 所以我就感到 你说这是正常的还是畸形的 这只能说明你最近出现了很多情况 想见三叶型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欠还是不欠 那是属于有感情 他这个欠和不欠 这就是感情嘛 就像你刚才我就看那个 这个王老任他那书 哎他对女儿也是 老觉得在女儿面前惭愧 无敌自容 觉得自己太自私 没真的他同意 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对对对 但是你要想 他是从哪个样的 父母亲这来的 我给你举例子 就是哎 这跟我的家庭真不一样 我看他这个 王硕说他父亲军人嘛 他们孩子 小男孩原来在这个院子里玩啊 最怕的就是他那父亲一声怒吼 王硕 这家伙就知道父亲回来了 吓草极了 你知道吗 他说你知道这种痕迹 能吓到什么呢 血液凝固啊 一听见 王硕 血液凝固 后来呢 有一次他这个 头课吧 带着几个女同学 到哪个小饭馆吃饭 结果吃着吃着 背后一声大喝 王硕 这下 下 完了这下 回头一看 是一大师傅 说怎么叫王硕 原来北京话叫的是王师傅 北京话吃一碗 王硕 所以王硕说到现在为止 他在饭馆不能听人叫王师傅 一听叫王师傅 灯石就神经了 下回事实 因为这样一个父亲 留给他的这个印象 他怎么会觉得有什么欠 可是我就说 相比之下 我觉得 他们说的你说的这些个道理 或者笑的 我也不是因为伦理啊 我也不是因为什么的责任感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问我 年龄越长啊 这个想起父母来啊 欠疚越多 是欠疚 我就是欠疚嘛 我不是上次讲过吗 就我父亲被人家斗的时候 人家这样来弄他的时候 我居然不能出来 要换成今天 我打不过人家 我也出来保卫他一下 我也吹口气 我居然站在旁边 你说纯粹是被这个 领袖的威力压住吧 是不是里边内心 还有一种自己胆怯啊 或者等等 我就老觉得这个是欠 我觉得是欠 我在坟上都会觉得欠 我不是觉得欠 我是觉得这个命运 这个怎么这么痛苦 就怎么这么 让我觉得 比如哀伤 比方说实际想到的 只有很简单 就说父母亲上一辈啊 他们舍弃了自己的一切 也全心全意为了孩子 自己的生活 自己可以说不要了 对吧 全是为了孩子 一辈子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然后现在呢 这个老年了 你想起这个事 你就觉得 就他们不该这么活 你明白吗 我常常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比如说 哎呀 如果他们能够像咱们一样 有自己的生活 甚至说自私一点 这个 但是那个年代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就是抚养一个孩子 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说 现在社会 比如说像美国那种 先进文明社会 是个自我灭亡的社会 因为你如果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 演化论里面 现在有 简单粗暴的讲 有两大派 一大派是什么 认为什么呢 演化的基础在基因 就自私的基因 那套说法 这是其中一路 那么根据这一路的说法呢 就是父母对孩子好 好过自己呢 这就证明了什么呢 就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基因 培育出来这个后代 是越来越进步 保存的越来越好 对 没错 是希望这个不断的演化 不断的进化下去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 他们说美国这个社会 完了完了 你基因在哪里了 面临了被这个自我毁灭的危机呢 就在于现在美国社会呢 邓文涛太多嘛 这种先进社会 没错了 就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比如说第一 不想生小孩 第二 越来越多人对待孩子的态度 是什么呢 是有契约式的态度 就比如说 像美国不会出现你那种问题的 徐老师 一般的说法就是你大学嘛 念大学的时候 OK就搞定了 我就支持你到college 对 余下来你是龙是凤是老鼠 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那就是 我就到这一步了 对 那么接下来就你自己的事 很多父母都是这样 美国人都觉得 我要是读那个研究生 我还在靠家庭 他就觉得 绝对不行 那就非常不适的一件事情 那就很羞耻了 那么但是因此呢 美国人呢 一般呢 现在也不大会指望 就是子女将来养自己 对 也没有存在这个 你只要 也跟中国春节晚会唱的一样 多回家看看就好了 你看你现在 春节晚会的一首歌 叫多回家看看 说明这一代老人的要求 也很低了 他也不用你笑 你只要多回家看看 这首歌就那么流行 你想干什么道理 就是子女在外面很发达 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 因此呢 我觉得中国 当然我没孩子 我没资格说这话 但是我想象着 我要老了 你就别回来看我了 我跟你说 感情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不愿意发展这种东西 我甚至就 作为一个没孩子的人来说 就是因为你没孩子 那我就别说了 要有孩子你就不一样 我就觉得 哎呀 不要这么深的感情 因为这种深的感情里 你比如说 我总会觉得 想起父母 按说中国人这个笑 那如果是美好的话 为什么这个感情里 夹杂着那样多的心酸 那样多的 那所有美好的感情 不都是这样吗 有哪样美好的感情 是只有快乐的呢 所以你这种人呢 你就别生孩子 我跟你说 你要生了孩子 你就完了 对吧 真的 爱就是总觉得欠了一个人 对啊 而且呢 你要想想看 中国这个社会会 将来有些社会 会变得像 有点接近美国的 其中有理由在哪 就像你刚刚讲的 为什么说多回家看看 这也是个社会现实 就最近几年 中国那种离乡背景 到第二个城市 打工居住的情况 越来越多 所以你刚刚说 废校通过去说 那种三代的 这种家庭结构 正在逐步的瓦解 一直在瓦解 现在越来越多 是老年父母 单独在家乡 孩子已经出外打工 在外面结婚生子 那么他们就面对 一个很大的困难了 比如说想想想 很简单 一对都市白领 在一个城市里面打工 过春节了 放假了 那么就赶快回家 那你说回哪个家呢 两夫妇 就这边跑一跑 那边跑一跑 平常他为了工作 他也不能老刀子 待在家乡里头 陪着父母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 就是说农民到了城里以后 他适应城市生活方式以后 他也希望父母来享受 然后他觉得我一个月的钱 就抵你一年在乡下种田了 然后就把父母弄到城里 他们也不是很富 然后这些父母农民 父母到了城里就苦了 就是说他虽然很感谢 子女对他的这番心 可是城里的生活方式 他那里习惯 没地方养鸡 没地方养猪 走出去就是一个市场 这种农民工的父母进城以后的 这个处境 就是刚才讲 费孝东这个原理 是一层一层的被截掉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总结出人身体会来了 就是说你要爱谁 你就应该觉得欠他 但是这个事情吊诡在哪里呢 你可以觉得说 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 是你的愿望对他不公 或者你一辈子欠着他 可是这话不能他来说 要是这话他一说呢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孩的角度来说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就欠了我了 这性质又变了 对不对 这个情况又变了 这么说 如果你的女儿骂你 你伤心吗 那当然 说你是个自私的父亲 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就想 我是 是自私的父亲 天哪 这特定 肯定 在女儿面前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自私是你绝对逃不了 我不能做到极端自私 但是自私是绝对肯定的 你有这个小孩就是自私的 就像我们刚才 你就根本没真正他的同意 接下来你走到哪里 他就跟着你转学校 你要去哪里 他就得适应情况 这些东西真的是 你心里你没办法 你这个人生 你这 我就讲 你有一份爱 就会有一份欠就 但薛老师 我们换一个方法 来想你这个问题 就你刚刚提到 你跟你父亲 你对他的欠就 就觉得当年 你看着他被人斗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做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我们整个社会 一直就存在 当年那个状态底下 这么下来 可能那就是正常的 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运动的状态底下 如果你父母亲 被认为是 无可救药的阶级敌人 他们在我家墙壁上 写着老子反动而混蛋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就后来有个人 跑来把他改来改 说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造反 我就非常高兴了 给你出路了 就说你还能被教育 就如果当时那个状况 没有变过 维持到今天的话 我们所有人跟父母的关系 那种感情就变了 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 所有这种你说的那种感情 他欠什么不欠什么 这都是一个社会化的结果 它不是天然的 天然的这种动物 比如说动物要照顾自己子女 这是个基因的作用 但子女要反过来 报答父母的 是社会的 对这是社会的结果 因为你自然间 你没看过 有什么动物 小老虎来感接老虎 没有这回事的 除了乌鸦 除了乌鸦之外 那么除了只有 很几个少数的动物 这才我想起来 当初原来这么一个歌 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 对啊 和声海声 不如阶级有爱声 千好万好 不如社会主义好 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乡亲 原来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你知道当年的共产党的这个对人的改造运动 它是很彻底的 取代了家庭能力 对它想做这么一件事 就是想彻底取代原来的家庭的感觉 但是这个绝不是一句口号啊 我记得我下乡的时候 我父母要对我好一点 没用 可是毛主席给李庆龄写了一封信 他那个 那个有一个人很穷啊 一个知青 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说他很穷 毛主席就说 记上三百元 撩补五米之吹 此类事甚多 荣厚什么什么解决 就因为毛主席这个批示 我们知青就盖房子 当地就和我们 那真是我们当时感到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 那是爹娘的不好使 对 就是毛主席写 所以这绝不是一句口号 这是社会限制 他是真的想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是很特地的要创造新社会 他是原来的 但是也有可能